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第157集 虽千万人五亡里 在这浑血融入的刹那,王林所画石像轰然一阵,其伤血光滔天 但这血光却是没有任何杀气 有的反倒是一股生机,一股温柔与十年的伴随 随着石像的震动,好似有一股气息从其内爆发出来 欲要冲出一半 阵阵咔咔声响,化作石像的王林双眼处 出现了大量的裂缝 却是他,在沉睡了十年内,第一次睁开了双眼 随着其双目的睁开,他的脸上所有石皮陆续崩溃 向着四周缓缓地蔓延 似乎要全部碎裂而出,还需要一些时间 眼中带着茫然,王林好似做了一场梦 在那梦中他进入到了一个奇异的境界 那是道境 你醒了 一个冰冷的声音打断了王林的迷茫 使得王林双目骤然恢复了神采 闪烁之下,一眼就看到了站在远处的那白衣老玉 女士 王林目光平静,落在了老玉身上 他一眼之下,清晰地就看到了在对方的身体内有一尊元神运转 那元神内更有种种神通闪烁 甚至在他的目光下 对方元神内的那种种神通都瞬息停止变化 仿若随着他心中移动,就可以看清那些神通的根本 随着他的目光移动,他更是看到了这老玉身体上 在其右心之处还有一道封印 这封印是疗伤之勇,却是存在了不下千年 在他的目光下,那白衣老玉骤然面色大变 下意识地退后几步 额头竟然瞬息就溺出了汗水 他在刚才的一刹那,有一种被对方看透了身体 凝固了元神的感觉 甚至他心中所有隐秘 包括神通之术都在对方眼中全部暴露 甚至他隐隐有种惊骇的错觉 仿若对方心念一动 就可以让自己的一切神通从记忆内清除 更让他感觉可怕的 则是身体上千年前与人厮杀重伤 被妖宗太上长老留下的一张疗伤印记 锁化封印 竟然在对方一目之下,几乎要崩溃 足以引动他体内几乎快要痊愈的伤势 仿若可以逆转千年 让他瞬息间就出现千年前的重伤 老神从九阶妖宗来临 为你送上李倩梅浑血 将你救醒 你要干什么,莫非还要杀老神不成 这老玉尽管害人,但性格一向恶劣 此刻后退束 顶着王林低负 李倩梅 王林一睁 那老玉看到王林的表情 似乎连骇人都被押住 带着一丝悲哀 常笑道 李倩梅啊李倩梅 你做了这一切 原来此人根本就半点都不知晓 罢了 老神浑血已经送来 还了你的人情 就此你我二人再无所欠 老玉猛地转身 就要就此离去 道友先默契走 王林心中啊 隐隐有了一丝猜测 立刻张口说道 随着他的声音呢 这天地之间好似有规则变化 那白衣老玉身子一震 竟然无法离去 他转身盯着王林 你修为士高 杀我也简单 眼下不让我离去 不知何意 在下昏迷很久 却是不知晓 这期间的一切事情 还望道友详细诉说一下 王林望着老玉 缓缓开口 那老玉冷笑 许久之后说道 你要知晓 好 我 我就告诉你一切 你可认识一个叫做李倩梅的女子 你也不用开口 你一定是认识的 我不知你二人如何相识 但你可知道 十年前 这李倩梅放弃了成为妖宗弟子的大集园 舍弃了妖宗对他的重视 成为了第一个途中离开战场之人 为的 据说就是在无极宗见一个人 他这么做妖宗自然不愿 但就连其破天宗也颇有微词 此先例一开 自然会有人不再遵守 他失去的这些 对你来说自然没什么关系 你即便不知道也无妨 王林一愣 他的确不知道这些 他在无极宗看到李倩梅 这一切李倩梅没有说 你可知道 十年前这李倩梅 因去师尊之命离开了无极宗 回到了其宗派之日 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但你可知晓 他回到了宗派之后 就立刻被其实尊封困 为的就是不让他离去 要困他三个月 为什么要困他三个月 因为在那个时候 有一个人正在面临生死危机 这一切老神知晓不多 但想必你是明白的 王林心神一阵 他自然知道 只是有关李倩梅在破天宗的事情 却是第一次听 你可知晓 李倩梅为了去救你 与其如父一般的师尊决裂 以死换来离去的机会 从此之后 成为了无门无派之人 你可知晓 李倩梅为了让你苏醒 在这十年之内 整日以鲜血为你涂抹全身 而后鲜血用尽更是以精血取代 最终精血不够 便以意境元神代替 你可知晓这一切是多么的痛苦 长达十年如此从未间断 你可知晓 这十年他除了最后几个月 从未离开过这山谷半部 整日与你陪伴 你可知晓这十年内 他用的不仅仅是鲜血 还蕴含了他的生机 他的一切 他消耗了生机 融入血液送你 虚弱至极 你又可知晓 在最终他元神无法代替 竟然去了妖宗 以什么样的代价取回了魂血 让老申为你送来 你可知晓 他即便是临走 也要把命魂玉佩留在你身上 为你滋润身体 这一切你不知道 你竟然不知道 那老玉神色悲愤 盯着王林说出了这一番话 这些话语落在王林耳中 如同雷鸣轰隆隆而过 使得他身子剧烈的颤抖 他知道了 他知道了在天里内 那始终没有间断的血光 那带着温柔的温暖 即便是在道境内 也始终存在滋养其魂魄的血光 到底是什么 他低头中 更是看到了颈部的玉佩 那玉佩光芒暗淡 似乎随时都可以消散 更是在王林这一看之下 不知为何 玉佩上竟然出现了一道细微的裂缝 你可知晓他此刻去了哪里 那老玉惨笑中啊 声音带着悲哀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为了取回魂血 答应了妖宗什么样的条件 这些你怎么能知道呢 我若非是看着他从小长大 是他的师姐 此番在妖宗逼问出他全部事情 我也不会知晓 他在哪儿 王林沉默中轻声说道 哼 他在哪儿 哼哼哼 妖宗魂血岂能是说取就取 他十年前离开战场 十年未回 更被破天宗驱除 妖宗岂能不惩罚 他想要回魂血 就要付出代价 为了取回魂血 他答应妖宗之人 去了裂缉战场的最深处 去为妖宗探查那裂缉深处 充满了凶兽的世界内 是否有与界外连通的通道 若真有通道连接界外 那么他岂能安全回来 即便是没有连接界外 在那裂缉深处 有志强的凶兽存在 他必死无疑 更何况 此刻的他已然生机破灭 透支了生命又如何能存 妖宗如此 就是要让他死在战场移境校游 他为了取回魂血 此刻已经去往了裂缉战场深处 妖宗之人不会让他再回来 就连这魂血 他也只能让我送来 这一切你现在都知道了 他不让我告诉你 但既然你问了 我凭什么不告诉你 为什么不告诉你 我就是要让你知道这一切 那老玉冷笑 言辞字字如追 深深地刺入王林的心中 王林身子颤的 他全身本需要一段时间 才可以完全碎开的石皮 再听到这一切的刹那 奇伤裂缝剧烈地蔓延 更是在一阵轰隆隆的巨响下 全部崩溃 那些石皮 与王林血肉相连 此刻崩溃 立刻就使得王林全身成为了血人 但这一切他又如何能在意 他所画的石像 与这茫荒大陆连接 此刻在崩溃的刹那 立刻这整个大陆轰然颤抖 却是瞬息间竟然崩溃 轰轰之声 在这一刻惊天动地 整个大陆轰然瓦解 一道道沟壑在震动中出现 使得这茫荒大陆骤然四风五裂 在这大陆崩溃的瞬间 王林整个人一冲而出 一股绝强的修为气息 更是在这一刹那 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这修为之强足以惊天动地 出现之后 王林望着星空 身子一步迈去 右手虚空一桩 却是立刻就把那老玉虚空抓住 带路啊 我要去妖宗战场 王林声音平稳 但却透出一股不容人拒绝的威严 即便是碎涅大圆满修士 也不能拒绝 不敢拒绝 你 那老玉在王林爆发的修为气息下 原神颤抖 甚至连神通都无法幻化而出 根本就闪躲不开 瞬息就被王林虚空抓住 我去救他 简简单单的四个字 我去救他 这是一种决心 一种坚定 一种不为万死 必须要做的坚毅 听闻了白衣老玉的那一番话 字字如雷 字字如泪 字字如血 在王林的心神中 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只是这烙印呢 却是血色的 这血没有杀 而是一股悲 语温 如数百万天雷在王林耳边轰然乍响 使得他在这剧烈的声响下 整个人呆在了原地 一股剧痛从他心中传来 从他全身的血液中传来 更从他的灵魂中传来 你答应过要送我的 李千梅当年离别前的话语 在王林的耳边依稀呢喃 他的要求自始至终都不高 所要的也仅仅是一次相送 一个离别的微笑 一份祝福 一个永远也不要忘记他的约定 他不会去抢夺李木碗在王林心中的地位 也从未奢求可以代替 他做的只是付出 只是圆了一个依稀是前世的梦 仅仅如此而已 这样的一个女子 这样一个叫做李千梅的女子 以他的方式默默地付出了一切 或许他没有李木碗那样数百年的等待 与孤独 没有如柳梅那样极端的方式 撕开王林的心 但是他却是以这种让王林愧疚 让他无法去偿还的十年让王林心中起了痛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 你会记得曾经在你的人生中 有一个叫做李千梅的女子 匆匆而过吗 李千梅在物极中的话语 好似永恒一样 在此刻王林的心中弥漫 如果有一天我再也没有回来 希望你可以记得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敬在喜马拉雅